对就是这些爱就是会给我一些越来越多的压力吧 还有很越来越多的粉丝给我的爱 然后呢略微显得有些沉重 所以我一直在想啊 然后因为粉丝里很多人留言我都会看啊 哎只害你坚强做自己 有什么我都会陪着你 不管有什么苦啊困惑啊 我们都会陪着你一起一起坚强 但其实我我又想说的是 其实不仅仅是困难苦惑我们可以一起分担 我觉得你们给我的爱我也可以给你们大家一起分担 你们爱我的同时也可以我把这些爱分享给可能就是说 我所有的辅助的大家庭你可以去爱 更多人需要被关注的人 对对对对就是我想把就是我说到的爱 不不完完全全就是集中在我一个人身上 然后呢可以分享给所有人 这样的我也不会觉得很有压力 然后让每个人也都得到一点爱 然后最后这句话呢总结就是说 好请说 让所有的爱都团结在一起 让所有的爱都相互分担 因为所有的爱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 那就是一件 就会显得特别的沉重 所以让我们一起分担爱吧 让我们一起去感受爱吧 对 这是一个 妈妈是一个特别善良的 特别特别善良的 然后也是 就是他不论认识任何人 就是他一定是好的 他是那种人 就是可能不会觉得 哪个人会不好 所有人都是好人 所有人做的东西都是好事 但是他是这样一个人 然后呢 所以有的时候 我老会有的时候 我以前也是这样 就真的是被我妈影响 就是进入到社会 所有人都好人 所有人都是怎么 然后也经历过 可能会有些受骗 或者是遇到挫折 或者不是你想想当中那样 其实就是慢慢的 后来我再看回过头来 他已经六十多岁了 他还是这样 就是所有人都 哎呀你不要想 我说可能这个事情 不一定不会那么简单 哪有那么好的事啊 怎么就撒到你头上了 哎呀就是好的都是好的 都怎么都好 然后所以 还是好的想用那个 比如说跟妈妈跟爸爸 相处方式 我觉得人家没有关系 可能跟时代有关系 我妈就觉得 我要跟你斗争 你不听我呢 你必须必须听我 到现在我妈跟我讲话 还一大堆发完了以后呢 最后两个字 听话 可能朋友和好朋友的东西 都是平时会联系 然后会一起吃饭啊 可能会做很多事情 但是知己是 我觉得上升到一个精神层面的吧 就他们的精神上方面 他们会有一些 共通和一些交流 就是比如说 我很不开心的时候 或者是我需要帮助的时候 我没有办法度过自己 思想层面的一些难关的时候 我可能就是 很需要自己的知己 去帮助你去解脱 也好帮助你去想明白一些东西 然后陪着你一起前进 我觉得是 是这样的 是一个知己 就是上升到精神层面 就像我配那个手链就可以讲 妈妈爱妈妈 然后向妈妈表达爱 然后又有小猫咪 然后家里很温馨的一个感觉 又有发财术 大白有大职业 然后保护大家 然后呢就像这种健康成长啊 然后呢 很生机勃勃的一个感觉 每个人都有一念善心 只要被启发 爱心就能被点燃 后面那句话 是我想给大家说的是 希望这份善心 能够永远传递下去 一点小小时间吧 就再跟我说 可能我是你们喜欢的 女性或者偶像也好 那跟我说 表达爱意的同时 我也希望你们可以 就是利用这个同时 也给大家的家人啊 朋友啊 因为同时在表达爱 就可能多发 就可能你想到我的时候 哎 顺便想到爸妈 然后给他们也发一套 比较温暖的信息 我觉得 我觉得其实多做一点 我觉得会让你的身边的人 都开心 也会让你的生活 可能也会比开心 我觉得这是 我突然想到的一点 比如说 还是一样的 就是要把爱 很想念 没想到 哎 在观看直播的 你喜欢我的朋友们 那个 自己的生活最重要 自己的家人最重要 过好自己的每一天 然后过好自己的生活最重要 自己和家人的生活最重要 一定要让自己的生活 过得快快乐乐 开开心心 希望大家 喜欢我的同时 要过好自己的生活 你的生活和事业最重要 对 知我懂我 懂你 其实不管是 还是对方也好 还是说他对于我也好 任何一方做的这个选择 或者是决定 作为知己 看 都是五条件相见的 五条件同意 五条件永远都是协调一致的 这就是 知己 没事 没事 OK 你见得快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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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